你都知道 你這樣子加起來 你也有辦法推演出來 或許沒有那麼的完整 但是你要的記憶 雖不中一不遠 起碼要有七八十分的接近度 總比那個一出來 只有二三十分 還是我們覺得你現在是在講什麼 好太多了吧 OK 來 這就是運用基本觀念的好處 扎實就是 我說要扎實這一些 這也就是你必須要讀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 如果你今天 要考的不是在法律科目裡面 不是要考律師司法官以外 我給你保證 你所有的這個法律科目 應考法律科目 全部把這個基本觀念組合起來 要考試也是以這為焦點 最多不會超過三百頁 你所有的法律喔 你所有應考專業科目 你被科書記官要考法警 考高考的什麼 只要法律科目專業科目 全部加起來 所有基本觀念 都要集合在一起 不會超過三百月 你才能夠對它全然了解 那剩下一個月你就開始做演練 做這個科學精準審題跟設定指令的模式 我跟你說你很賣人三個月就可以考到 真的 我老師我怎麼考三年沒考上 那就代表你只有兩年又九個月讀太多 你說你不該賭的東西 超出範圍的東西 而形成的結果就是這基本觀念 你就不夠紮實 OK 來 當我們懂了這個基本觀念 它的紮實 現在看看有什麼樣的好處 我給你保證這一題你絕對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你沒有看過 有時候你不要看過 我行政主文才講第一項線 我沒有進入第二項線 所以現在整個行政主文 對於講是陌生 如果你已經學過的話 這條你也未必能夠 但是我現在要給你們示範就是 如果你們已經可以扎實這些基本觀念 來 現在遇到這個 你們沒有遇過的 沒有讀過的 或者是不熟的 來 怎麼推演 你看這個都不用學說理論 就用我們剛才的基本觀念 就可以讓你去把它推演 讓你去享受什麼叫做 以之退位之的 這樣子的一個超爽的利益 這就是你可以省人家五分之一時間的重要之所在 有一個問題出來 A市的市政府所設置 在某一個路口 他可能在某一條路 他們市裡面的中山路 中山路 某一個路口設置一個紅綠燈的標誌 OK 那某日假行經該路口 見紅燈秒數長達99秒 一直要等到真的被翻臉 尤其在夏天外面的溫度 將近快35度的時候 那更活 OK 假認為等待太久 沒有這個必要 拜託 這個路口又不是什麼 什麼大路口 一般的小路口 你如果要等99秒 太久了 而且還怎樣 受到等待太久這個病呢 同學 等待太久不利益就是代表你讓我浪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浪費時間這種不利益 對這個紅隊描述過久 他準備要提起訴願 我問你假的訴願合不合法 一樣這是基本觀念 什麼觀念 我們都知道審題從大體指標 假的訴願合不合法 那我問你合法 否就是有沒有這個法條 來讓他去檢視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設置紅綠燈秒數太久的這樣子一個法條 對不對 五屆法條 那就看可不可以 但是他問的是假的訴願合不合法 那你就去找 關於訴願有哪一個法條說遇到什麼狀況之下 可以提起訴願 如果假的遇到這種狀況 跟這個法條一比對 符合 那就合乎這個法條 那就等於合法 如果不合乎這個法條的規定 那就代表不合法 這你也是都知道 OK 給你們一個提示 因為我先推定你們都沒有學過 訴願必須以行政處分為對象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觀念 你要提起訴願 第一個合法要件的行李 訴願的對象必須是行政處分 OK 那這個地方 來喔 同學這個不要用到我們審題 我們就用最簡單的 因為只要講如何從 已知推未知 已知到這些基本觀念 怎麼推 來第一個 紅綠燈的指示標誌 是否為行政處分 因為你真是對紅綠燈的 這一個綠燈 或紅燈的這個指示秒數太久 你產生不爽 所以紅綠燈的標誌 這個時候亮紅燈 那亮多久 然後等一下亮綠燈又要亮多久 這樣子是不是行政處分 OK 來一個一個解析嘛 因為我們已知到的 面對這個從來沒有學過的問題喔 第一個變換燈 第一個變換燈 還有已經談到行政處分的意思嗎 同學變換燈 現在紅燈是不是代表 這一個比方說 那個什麼 南下的這一個方向的人呢 假設好了往東行的 遇到紅燈 我就要有停止的義務 一定要停嘛 那我是不是有個義務要停 然後呢 西向的我紅燈是他們綠燈 那是不是有通行的權利 透過標誌是不是可以怎樣 直接的決定何方 就是哪一個方向 有通行的權利 即停止的義務 欸 產生權利義務的變動 是不是法律效果 而且直接就讓你們有權通行 或有義務停留等待 OK 變換燈號 它竟然有決定 你們權利義務的直接效果 再來看 我們再分析 那直接是不是形成該權利義務啊 是 它有這一個直接形成性 再來 這個是不是行政機關所設置的啊 是 而且它是針對特定的路口 為了要管理道路通行的具體事件所設 對 這就是具體事件 真正的實際的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這個路口 誰有權利先走 誰有義務要等 接下來換誰有權利走 誰有義務要等 是不是針對這個路口 然後為了達到管理治理他們的道路 通行以及安全所做的具體事件 再來 它是不是公權利的決定 對 要幾秒鐘 要哪一個地方設置紅綠燈 是他們行政機關 道路管理機關 他們的決定 跟我們問我們人民說 我們現在秒數要多久 我們在哪一個路口 要設置紅綠燈 你們同意嗎 跟我們這樣不用吧 是不是它單方面的決定 而且對象是不是 針對使用該道路的可得特定之人 這個路口 只要可以使用到這個路口的人 都是他的對象 這個是可得特定 可得沒有具體公司 今天誰誰誰誰沒有 不知道到底有幾個 可是可以有一個大概的確定之數 就是針對呢 只要會來到這個路口的都要以他為怎樣 對象都要接受服從這樣的一個指示 最後一個 那他說的這個基本觀念 如果他是個行政處分 他是個法律行為 他有沒有表示行為 有 表示出來 對不對 你們就是用紅綠燈來顯示才知道 這個時候他要給誰通行權利 給誰等待的義務 但是最重要的 法律行為除了表示行為以外 他還要有法消意思 有沒有 沒有啦老師 紅綠燈是一個機器 他又不是人 人怎麼會有思考 法消意思 意思就是你的鍊頭 你的想法 機器怎麼會有想法 怎麼會有鍊頭呢 有 同學 你不要忘了 在設定秒數的時候 就是運用科學設備 反覆的來代替行政機關做出決定 照理說應該是人在這邊說 你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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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決定 這個時候我決定給誰權利 而且給他多長秒數的權利 但是呢 我們沒有那些人也沒有人那麼幹 所以我們是利用機器來取代這個人 代替他 機器就等於他手腳的延長 等於他的工具 然後他把他的內心的決定的意識呢 利用秒數來顯示 他有內心有這樣子的一個法消意思 所以你看又有法消意思 又有表示行為 又是公權利的單方面決定 又是針對特定的事件 可得確定的人 這樣是不是行政處分 有沒有跟我們剛才的意義相吻合 有 這樣的行政處分 好 那是行政處分 這樣假如可以提起宿願了嘛 對 可是不要忘了 宿願裡面第二個 這個 這個 也是基本觀念 你今天 因為法律行為也好或等等 受損害 你才可以救濟 因為宿願是一種行政救濟 救濟就被 代表你的權益要受有實際的損害 那 假有沒有何種權益受損害啊 這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目前的法律有沒有承認 光陰或時間這個權啊 我們告時間權 沒有 如果有的話 台鐵都要發肆 都要白肆 對不對 火車霧點 OK 當我的時間 賠 同學他們有沒有賠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權 再來 時間在法律上有沒有 還沒有到權利 可是是重要的利益 還不算 所以 縱使他是全行政處分 但是你的權益 沒有權益受損 同學 必須是行政處分 而且他造成你權益受損 兩個少一個 就不符合宿願法的規定 既然不符合宿願法的規定 當然就是什麼 不合法 這樣 同學 這樣就該過了 沒有讀過 竟然你懂 問錄影的人員 同學那錄影的 那根本是一張白紙 沒什麼鳥關係跟他們 來 我這樣子講 你有沒有辦法推演得出來了 有沒有 可以 對啊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感受到 基本觀念只要扎實 其實縱使遇到這個沒有讀過 你也可以這樣一步一步推出來 對不對 對 但是最重要是 對 我說老師我可以推演 可是這會不會考填充體 簡答體 我是說 不合法不合法 當然 接下來就有那個給分指令的設定 叫你怎麼弄 怎麼去處理 這個我們也會教 那個早就形成你們的一個解答 或者是寫答案的一個習慣跟模式的 這都沒有問題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總算可以了解我 這要什麼叫 已知 可以退位置 就是這樣我才重視你們已知 就是基本觀念要扎實 這樣沒有問題 把具體的感受過了 我們也把這個行政組織很完整的學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 他會往下產生什麼樣的問題